汽车爆胎是非常严重的安全事故 对我们生命安全造成很大的威胁 但这些事故能提前避免的我们要避免 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 接下来小编就来讲解一下 好多人都不知道的爆胎前的几种征兆 关键时刻和救命 一是轮胎的气压 过高或者过低的轮胎气压 都会引起汽车的爆胎 特别是冬夏两季 由于热胀冷缩的原理 冬天和夏天最容易引起爆胎 对了再补充一下 正常的胎压为2.3M帕到2.5M帕 当车仪表盘显示的胎压 不在这个范围内可要当心哦 二是轮胎的磨损情况 每个轮胎都会有磨损标位 当磨损标位露出来时 就代表应该更换轮胎 否则由于轮胎胎路的磨损 使轮胎面与路面的摩擦力减小 轮胎就会打滑 从而引起爆胎 三是轮胎侧面裂纹严重 或有滑口 通过肉眼就可以看到 轮胎侧面的裂纹或滑口 应当马上更换轮胎 避免上路 汽车发生爆胎 四是轮胎起泡 骨泡 左右分别两个位置 一是胎病很容易发现 肉眼就可以看到 还有一类是肉眼很难观察到的 它就是发生在胎面的起泡 或者骨炮 这一类骨炮或者是起泡 只能驾驶员在驾驶汽车时 才能感觉到 如在平坦的大路上 驾驶员感觉到颠簸 左右摇晃 这时就说明胎面起泡了 应及时停下车来 更换轮胎 避免爆胎 以上就是爆胎的几种征兆 你记住了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